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保险都是诈骗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最中立的角度来计算 以目前的健保制度 尽量是让民众住院天数缩短 这一点对于以往的终身受险那类 主要保障住院每日能领取的金额这一点 先打一枪 哈喽各位 欢迎来到阿牛的漂亮教室 研究前与人生那些小事 开始前提醒各位 影片右上角瓷轮按下可以调整画质 应当到达720P即可轻松观赏 最近认真研究了一下保单 发现许多惊人的事实 台湾人喜爱保险的程度 真的是全世界排名前几名的 问了许多朋友得到的答案 大多是自己有保 爸爸妈妈 三叔公六婶婆也都有保 保了之后考试都考100分 平常过个马路也安心许多 以目前最一般的建议 保险这一块大约可以占比 薪资的10%上下算是合理 也就是一位刚出社会月薪三万的朋友 保险一个月抓大约3000块 可以让你安心的继续为贯老板努力 今天我也会以一份非常多人喜欢的保单来做计算 毕竟这份保单价格合理 保障也够 占力可以说是保单界的巨石墙升了 但相对的 也让我们更能思考 这么顶的保单都已经是这种状况了 换做是其他的小菜机出来打呢 当然要引战之前必须先安抚一下敌军 保险绝对是非常棒的 能让你吃饭不怕噎到之余 努力的为家庭打拼 让老婆幸福小孩成长 而且每位拉保险的男业务都是30公分起跳 女业务都长得像志玲姐姐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保险都是诈骗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最中立的角度来计算 以目前的健保制度 尽量是让民众住院天数缩短 这一点对于以往的终身受险那类 主要保障住院每日能领取的金额这一点先打一枪 再来 医疗的进步 让许多手术转为门诊 比较高技术需要比较大笔健保无支付的部分 也都有十支十付的保险可以选择 而这些东西的细项太多了 举例起来会非常复杂 我这边以最能清楚判定的重大伤病保险举例就好 主要是想让各位能有这一层思考 目前比较多人选择的保单 全球人寿一卡站 85重大伤病定期健康保险 代号DC1 先说明这张保单在目前市面上来说 真的算是非常优秀的重大伤病保单 赴约还能选择拉高重大伤病的额度 或是一些十支十付来完善 我会拿出来编的原因 单纯是有实际数字好拿来做比较 保单内容大多人会选择 主约最高年份30年 最低保额20万 将保障年份可以拉到最长 之后搭配赴约一年起80万 将额度可以拉到合理价格来做搭配 整体下来拿到重大伤病卡 就等于可以拿到100万元的保障 重大伤病保险最基本的说明 就是只要患者经过医疗院所诊断 符合重大伤病就可以申请 也就是医生开立诊断证明后 经过胃腹部审核 通过重大伤病卡即可 包含的疾病范围蛮广的 也代表这份保单 其实已经能为你做好第一层的基本保障 举防癌症 烧烫伤 洗肾 重风 重大创伤等等 其他细项我这边先不赘述 重点就是若有此保险 只要确认拿到重大伤病卡就可以提灵 这个比较没有模糊的空间 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计算的重点 大家务必听我慢慢说明 其实两边都有优点缺点 我们先做比较 再来评估当下可能发生的状况 最后再做优缺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我们的保障定在100万元 现在来介绍第二位选手 计算将这笔每年必须支出的保费 放进一个一定期定额的状况 过去20年每年平均成长约9% 追踪纳斯达克指数的ETFQQQ内 这边是为了让比赛能更激烈一点 所以选择长期平均报酬比较高 正当又还能接受的国民纯美股标的QQQ 当然纯0050也是一样的 只是报酬率较低 势必时间会拉长 毕竟对面派出巨石枪生了 再怎么样另一边也要出个逢低所之类的吧 可以看到 小明25岁出了社会 直到65岁退休的40年期间 先走保险这一条路 选择组约会是固定年缴5200元 缴费30年能保障终身 付约则是一年一次 每5年价格会不一样 从25到29岁是2080元 30到34岁会是2720元 后面就是4080、6400、9200以此类推下去 这样我们先计算出组约加上负约的每年 应缴金额 25到29岁是5200 加上2080等于7280 再来30到34岁是7920 再来9280 11600 14400元 以此类推 这边到了55岁 组约已经缴完 正要开始爽的时候 负约的价格也差不多到了 也就是说即便你已经可以白嫖 终身保障20万的重大伤病险了 但迫于年纪还是要保那80万的负约 先别提这些保障通膨到30年后剩下多少 负约价格往上累加不打紧 造成不缴下去没有保障 缴下去何保佑大失血之余 而接下来才是真正伤的 市面上许多保单 大多保障到65到75岁附近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你花了大笔资金缴到这边算是断层 保障直接消失之后 还要另外准备资金来思考 长照的问题才是重点 前面缴到这 现在又要生钱出来准备长照 你当每个人都是赌神算了 一个白牌胖胖的小鲜肉 也经不起你这样每夜期吃的压榨 导致整体进入一个轮回困境之中 而越陷越深 现在我们走进另一条路 定期定额 同样的年龄 25岁开始投入 每年将这笔保费固定买进就好 从纳指上市到现在 每年报酬率都统计出来之后 你第一笔原本要缴的保费 7280放到今年 会变成56155元 第二年的投入变成32247 以此类推可以看到 在小鲜47岁时 这笔金额已经正式累计超越100万元 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经过保险公司来判定 不需要担心接下来保费又要升高 他已经替自己保了一个随时能提领 就算切菜割到手也能拿出来用的保障 而且这边只是一个初步的黄金交叉而已 接下来的发展才是关键 由于纳指目前上市仅仅24年 剩下的我们用他历年来定期定额的报酬率9%计算就好 在另一个时空的小鲜努力工作伸出明年的保费时 这边将相同的保费继续投入 直到65岁 保险小鲜也因为年纪的关系必须要缴到34800元 才能有相同的80万赴约保障 而定期定额这边则是已经捧着593万元的现金 准备好自己后续长照的初步规划了 总结下来可能你会认为我讲的太过美好 中间出事是不是就没了 保险本来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 当然我不是叫你明天就把业务叫来家里洗脸 我也非常赞同在慢慢人生中需要为自己配置一些适当的保险 但真的看过许多人 不管是人情保单或是没安全感 胡乱瞎保一通 甚至电话保单一接客服撒娇一下 连手都还没签到就开始保 一保下去就是好多年 非常大部分的年长者 自己也不太清楚目前的保障情况 举多没有用的保单 跟不上时代的保单 价格超出保障的保单 其实都应该定期的去审视剔除 毕竟这些对你来说都是无形的损耗 一点一滴的将你往泥坑的深处脱去 另外固然影片能让你诞生新的想法 但经过讨论更能促进思考 也帮助到你我 欢迎各位多多留言与我分享你的看法 影片都已经看到了最后 你总该对我负点责任 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按赞订阅 以上 分享给各位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